除了跳轮飙舞 巴黎爱心 高雍云 还有一个音乐社团 叫做生生乐团 乐团的新闻透过唱歌 以及演奏乐器的风势 希望让大家更多生命的感动 为了巴黎小鹅是生生乐团练习的时间 搞团的新闻 有巴黎爱心 高雍云 艺心 岩刚 郭家雄 专亚老师 为創团的担任这道老师的刘家淑标时 生生乐团就是希望唱出生命的歌声 让生命更有意义 当初院长郭院长他的意思 他是希望让院生的生命更有意义 他们不要一直关在院房里面 他们要出去 要出去什么最好呢 可以唱给大家听 或演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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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生乐团有一次开始 以合唱的风鞋为主 到现在自己很多乐器 无关系就是一种风鞋 对行动不方便的意义来说 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他们因为他们也比一般健康的孩子更容易疲劳 很容易就累了 像唱歌也不能唱太久 他们就生意也不好 因为他们就整个是萎缩的状态 也是探望嘛 那就是我们要更多的时间做同样一个东西的练习 我也很累 我必须要控制我的张力 那如果张力一来我就没办法活动 所以我要跟我的身体看好 也要去跟上老师的节奏 我觉得有时候有点困难 到社民的唱出镜头的欢迎 牌子也常常对不对 不过他先用专业表演的歌 希望让大家对生命有更多感动 接下来插进肯利比辉 把你拆缝剥刀